今晚深喉嚨 又多深 化多深 身旁的人怎么懒也懒不住 穿着白色衬衫的文具店老板实在气不过 冲到隔壁汤包店 一气之下把门口蒸笼推倒在地 这生意实在做不下去 蒸笼倒了 里头的包子馒头也不能吃了 两个老板不顾邻居情面继续炒 原来为的就是店门口这一排摩托车 两间店相隔大约十公尺 但为了做生意水火不容 文具店因为不满汤包店客人 总是把摩托车暂停自己家店门口 阻碍交通 一气之下上门理论 也没有客人挺爱他 他就造成误会 就很困扰 害我不能做生意 就这样子 比较难停一点点 就说也不要妨碍到住户就好了 开口骂人的文具店老板事后低调